前方竄出濃烟 一輛戰車被燒到面目全非 車體毀損 只剩砲管還能辨識 影片曝光震驚歐美 因為遭炸毀的疑似是英國主力戰車 挑戰者二 今年三月才送到烏軍手上 短短半年就遭二軍炸毀 影像曝光等於打破挑戰者二 實戰零挫敗記錄 不過外媒強調車內烏軍全數平安 畢竟安全兼顧是挑戰者二最大優勢 戰力並非全球最頂尖 卻是公認最堅固戰車 全長八點二公尺 高二點四公尺 重六十二點五噸 動力沿用挑戰者一的柴油發動機 續航里程和速度不算出色 但獨特的查布和裝甲 防護力驚人 從未有挑戰者二士兵 在實戰中喪命 攻擊精準度 同樣傲視所有北約成員國 英軍主力戰車戰場上首次曝光 沒想到竟是這光景 不過面對烏軍反攻火力 俄軍同樣膽戰心驚 美國衛星影像曝光 俄軍軍機疑似在機身上加裝汽車輪胎 有專家分析 俄軍此舉是為防範無人機 烏軍無人機不斷入侵俄國國土 軍機加裝輪胎能降低被敵軍偵測機率 不過成效還很難說 烏軍反攻持續突破二軍防線 但戰況焦灼 有些地區猛攻三個月才能拿下 如今普丁恐向北韓討救兵 前線烏軍急需更多火力支援 三里新聞環宣報道